各位听众好,欢迎收看Money你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位商学院毕业生的告白 不希望自己成为吸客户血的机器 我们一起来看看一类组非常热门的商学院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状况吧 哈喽,欢迎收看Money你好 让你从内到外变有钱 那我今天要聊的课题呢是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非常重要一个时刻 下次呢,我们今天其实就邀请到了 就是在世新财经系,就是毕业的校友宇田 就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商学院 下次宇田你觉得说什么科系啊 毕业之后最赚钱 我觉得金融业其实蛮赚钱的 然后像科技业啊,医生啊,医疗这边都还不错 对对对,因为真的以前很多听到人家说 好像是当医生的话就是很不错赚很多 或者自己开一个诊所啊,感觉上 就听到就是同学父母做这个就感觉说 哦,这好像的确蛮有钱的感觉 或者说在这两年下啊,那个因为就是工程师的话题也很热 大家都知道原来工程师很赚钱 就是二类组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热门 那包括可能像我们念的商学院就属于就是一类组的嘛 然后商学院也是一类组很热门的首选 工作选择很多 薪赚感觉也非常不错 所以呢今天不管说你是为人父母就很担心说 自己子女要为了选择道路 或者说你还是学生啊,正在选择科系 或是选择说你未来职业就一定要来看你这一季 那我们就先来问一下说雨田 像你自己啊,就是为什么当初是选多少学院 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的想法啦 但是就是觉得说因为刚好家人也是做这个的 然后又有投资嘛 就觉得说如果真的不知道读什么 那我觉得读个商学院读个财务金融这样 好像可以对于投资方面会学到一点知识吧 这样子,然后就就来了 就来了这样子 那你觉得就实际上跟投资有挂拱吗? 有啦,我觉得有啦 就比较有敏感 就是有一些课程还是会有学到这方面的 有些像投资学啊 对啊,一些理论或是一些史作啊这样 会比较清楚 那你这样在进商学院之前 你有没有觉得说商学院可以做什么样的职业 或者说你本来就想要做那个职业 所以进商学院就是为了这个职业而努力的 其实进来之前算是完全不知道商学院里面有什么职业 对,那但是就是 真的就是觉得说 就算之后不走这个方向 还是对自己的理财啊 会有一些帮助嘛 因为以前就是会听过很多人不懂理财嘛 那可能就算赚了很多钱 像一些艺人嘛 可能赚了很多钱 然后就还是一直花一直花 最后就是欠了一屁股债 这样子还是有 所以说 呃,除了会赚钱 那要会守住钱 还是就觉得这样是更重要的 所以就要有一个观念再会 有一个sense的感觉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你这样实际进那个财经系啊 这四年当中 有没有听到就是 一个教授 跟你分享说有哪些职业可以做啊 以及说对于这些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呃,其实进去读之后大概就知道说 呃,金融业大概分三个体系嘛 就是保险、银行跟券赏这样子 那教授也会针对 呃,不同这这几个领域去做 去告诉我们说 诶,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然后到底可以 我们一开始踏入可以做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那大概就是 呃,知道了有 有什么样的呃,职位可以做 那再来就是 看我们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 对对对对 算是教授其实蛮 呃,不会特别针对哪一个产业去做 包或别 但是呃,就是单纯的去分析让我们知道 对对对 诶,这样子你们就是教授还蛮想说 给你们一个自由发展的感觉 对对对对 像我们系上的教授的话 其实那时候可能就有跟我们分享说啊 哦,其实觉得说金融业很不错一点是说 就是他没有心思天花板的感觉 也就是你肯努力 你肯做 像之前就是教授会说 如果我们真的 呃,真的想到未来就是毕业之后要做什么 那你就去做金融业 反正你也是读这个的 然后金融业的前景也不错 就先去然后多赚一点钱 这样子之后再 之后有想到做什么 你再去其他地方有没有关系 先先攒一桶金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不过我也有听到一些就是教授 他可能就是比较 就是学院派之类 他就是很舍不得学生啊 就是可能出去以后就很辛苦啊 可能要就是卖一些口条啊 或是卖一些人情 所以可能会觉得说 不希望说学生是出去以后 就是说跟自己的专业就不是那么做的连结这样子 这也是有评过 不过像雨田自己就是接触到学章界啊 或是说你同学也都毕业了嘛 那有进入这种金控体系里面的话 他们大概有跟你分享说工作是什么啊 或是说对于这些工作的就是 就是新硕是怎么样 像我们学长姐毕业的头几年啊 如果是保险业的话就是做业务员嘛 那如果是银行的话 可能就是从礼专开始做 那这两个职位都算是业务性质的 就会有一些业绩压力是需要去 去那个靠自己能力去取得的 那下面有学长他们是保险嘛 那他们会回来分享 那可能他们一开始会说 也不是说来推销的就是单纯分享 但是可能最后讲一讲还是会说 给你们我的名片这样子 还是可以多来找我问一下 有没有需求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个业绩的压力啊 真的是蛮大的 对对对对 真的 我女学长还不错 我就是在吃饭之后也可能说 欸我觉得你去用这个保险出来这样子 我真的听到还蛮多在很多金控体系里面 就是因为业绩压力就有比较重的关系 会可能跟我们这些同学啊 推销一些商品啊 或是信用卡等等 就是也是会有听到 那像因为就是宇田你自己后来不是走那个金控体系嘛 那以你这样子这种第三者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觉得说像这种金融公司啊 他们出这种金融商品的话 是想要帮公司赚钱 还是说帮富欧大众来赚钱 嗯我觉得 就是这算是一个双赢啦 就是两边都是有利可图的 那但是我们大众去购买这个商品 其实还是要多少要懂一点 因为毕竟这些金融商品不是说稳赚不赔的啦 还是需要去有一些知识 然后去分析去了解 去操作才会比较真的赚到钱这样子 对对对 像宇田你虽然可能没有走金控体系 但是因为你有在就是财经系啊这四年的经验 相信你就对于说这种金融商品 或是投资的敏感度啊 可能也会比较高 就不会容易可能陷入到说 啊好像就是看不懂这些商品 到底在做什么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这边也好奇问一下宇田 那这样子因为你四年当中念财经系啊 然后也缴了四年的学费 对啊你当初为什么后来不走星空体系 嗯其实我一开始觉得说 嗯就是在在应该说我在读书的时候 就会一边探索说觉得自己到底是不是做 做金融业这样子那 嗯一直到后来可能实习啊 真的到金融市场去看去观摩之后 就发现觉得说好像这种比较严谨的氛围 好像有点不适合我 因为有点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这样子对那那只是说后来刚好 因为我也发展发现了我自己 真的有兴趣的东西对那那我才会 算是一然结然去离开金融业 去到另一个地方发展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你还有有可能就回到金融体系 我觉得目前没有啦 因为我觉得做喜欢的事情是 对于人生的发展是更健康也能更长远的 对但是我也不会后悔说我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最后没有走这一行 对因为毕竟我觉得 嗯学到了是真的有学到的东西 然后对于我自己的投资理财也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很 嗯是很值得赌的一个科系 对对对对对 今天其实也很谢谢就是宇田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短短时间内 就可以感觉到说宇田其实非常有想法 而且很有热情 还有包括对人生也是很有抱负的 我觉得说从宇田身上 可以了解到说商学院啊一个状况 那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学习到 在你身上就是比较有想法啊 就是有热情的部分 那今天也谢谢宇田的分享 听完宇田的分享 之前也都听到周边的同学很想做这些工作 但也听到只是厂商的一些黑暗面 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很纠结 想说要不要跟大家一样 照着这个产业的规则去走 后来呢我自己快要毕业的时候 就想说欸那我干脆就是去七月看看好了 因为这是学生之间嘛 其实也很流行去实习 那因缘机会呢 我就在104看到永城资产管理处的实习生 那我就点进去那个永城资产管理处的官网看一下 因为我之前其实对于投股公司完全也不熟 也是后来呢我跟我阿嬷提到 那我阿嬷就跟我说 其实就是我小时候呢 阿嬷早上看的那个股票台 里面会有一些老师啊 那些老师其实就是投股公司的 那我就想说 诶那会不会就是跟一般那种 爆名牌的投股公司是一样的 那是部门名称叫做资产管理处 所以呢我就只好想说 好那我先看一下那个介绍 那我点进去呢里面就写说 从客户的生涯规划出发 而非商品的销售模式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还蛮打动我的 那这不是就是我想要念商学院当时的初衷吗 但还是一开始会有那种想要拆台的想法 就说不定啊 他跟传统头固啊 或是跟礼专是一样的 可是我想一想说 反正也只是去实习嘛 去见见世面 好像也没什么损失 那就来看一看说是真是假 那实习后啊 就真的可以感觉到说 在学校学的跟真正的职场是不一样的 像是以前啊 没有那么常接触到一些投资人 那我在实习的时候 看很多的投资人 只知道说 投资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呢不了解说 哎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就去追一些很热门的商品啊 像是ETF啊 存股啊 虚拟货币等等 那很多商品啊 其实他不是不好 那就是投资人 无法跟自己的状况去做结合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 所以到头来就好像做白工一样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说 这份工作是可以把我在商学院的所学 变成一个专业 然后来协助了投资市场上迷路的大家 我举个例子来说 因为我那时候跟着辅导客户经验 很丰富的财务顾问旁边学习 那就有遇到一个家庭年收入啊 300万的夫妻 那他们原本的理财模式 其实就像一般投资人一样 就刚好有理赚啊 打电话来啊 就推荐 那也买了基金的投资 但是多年下来并没有赚到什么 反而因为就是亏损啊 很频繁 所以一直转换商品 到头来就很像白忙一场的感觉 那我看着财务顾问啊 针对这对服务器的需求呢 去改变方式 让他们在就是每日每夜的科技业工作的 他们可以建筑到专业 那又可以有轻松又有规律的去增加资产 那实习到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发现有成资产关注 真的就像当初讲的一样 是以客户的需求状况为导向来 能够到客户资产提升 其实像我朋友他也跟我分享说 他自己在那个银行里面啊 业绩都太重都忙不过来 都是要自己推一些 就是自己公司主推的产品 不然错过这个季度的产品 就拿不到业绩耶 就非常的两难 所以呢 今天啊 除了让商学院 就是财经系的校友宇田 跟我们分享之外 我也想分享我真实的经验 包括呢 我现在也待在永城资产管理处一段时间了 你一定呢 听到现在呢 很知道说我想推荐永城资产管理处 他呢 是真的可以变成投资人 多个选项去选择 除了报名牌 金控公司的财富管理部门 买商品外 也可以资产提升 那实际的资产提升有感 回归到每个人身上呢 从配置开始出发 那你辛苦赚了每分钱呢 都可以归位到该有的位置上 因为呢 其实我从省事的角度 想看看说 到底是不是跟理专啊 保险业务员一样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 然后包装成好像是非商品销售 但其实呢 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但没想到最后被啪啪打脸的事物 那同时呢 我也觉得说我很幸运 可以找到一个呢 把自己的专业啊 带给客户 然后让大家资产可以提升的工作 所以我也希望说 有这么好的服务 也可以分享给你 因为我们并不会说 因为客户的资产多寡啊 然后去打小眼 或是财务顾问呢 其实他就像你的财富管家一样 以深耕在科技20年的经验 有众多数值 严谨的多次讨论 面面俱到呢 不让你有财务破洞的可能性哦 那听完我的分享之后呢 你是不是也想要知道说 自己的财务呢 是不是有破洞 想要做财务的见证啊 也想看看知道说 我们对你的帮助究竟是什么呢 那没问题 马上呢 扫我们的QR Code 填写我们的表单 就会有呢 就辅导客户有20年经验的财务顾问 来跟你做讨论咯 现在呢 马上赏完我们的QR Code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我们先来看看 虽然高薪 但不一定觉得自己很富有 常常有些时候呢 也有一些贫穷感冒出来哦 大家还记得知名作家的一篇文章吗 月薪三万 二十五万的烦恼是相同的 一样呢 会有钱不够用 厌烦工作 老板压力 受制于人不自由的时候 也许你看完会觉得很惊讶 高薪应该不会觉得钱不够用吧 在十年前的一个调查中啊 连锁的百万以上的高薪组哦 高达77.7%的人 认为自己贫穷 很多人都在追求年薪百万 但就算啊 已经到达了高薪 贫穷感呢还是洗刷不掉 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 高薪孔凭症 高薪组啊 对于金钱仍有强大的不安全感 收入越高 承担呢也越大 究竟高薪者呢 为什么会面临这些问题呢 主要是因为 庞大的生活开销 入不付出 拥有钱却不知道如何运用 担心未来的生活不敢花钱 将大部分的收入拿来储蓄 理财规划多以保险为主 保费呢支出高 却不知保障呢是否足够 而十年后的今天 物价高涨 相信萤幕前的观众会觉得 贫穷感啊不减反增耶 所以呢 钱到底要放在哪里 放在正确的地方就很重要哦 我们以一个高薪孔明镇的例子来看看 为何啊一个人人称陷的薪水 父母呢也感到很有面子 但是呢 内心还是觉得很穷呢 我们呢听到一位台厂 担任高级技术经理 年薪250万的上班族Alan 她的薪资收入啊是 一个月15万 再加上她的年终呢 大概年薪喔 会有250万 她告诉我们啊 她每天一睁开眼 想到的都是要花多少钱 那每天呢都被钱追着跑 她计划的55岁退休时啊 资产可以达到5000万 让自己呢过着舒适 但不特别豪华的日子 我们先来看看她的收视状况 以月来计算 每月的基本开销就高达14.2万耶 每年基本啊就需要花170.2万 难怪呢Alan会有每个月都快花完的感觉 每月仅存8000块 可能还会有突如其来一些意外开销 只能依靠呢发年终或是奖金时呢多存一些 若把时间呢快转到55岁退休时 预估80岁离开人世 这样子来看啊 这25年的开销就需要花4255万耶 也许呢这期间房贷啊保费啊子女教育金不用再负担 但这期间啊难以估算的是 未来的小孩啊是否出国念书的庞大费用 协助呢小孩的头款 父母的照顾费 还有年纪健大的医疗费等等 难怪啊Alan提到退休时啊 至少资产要有5000万会比较安心吧 Alan会这么紧张呢有这个高薪恐病症的症状 我们也归咎了几个原因 内在因素来看呢高薪组的人格特质呢 为领导性冒险性企图性跟危机感 强烈呢对于自己不能掌控的风险 容易感到恐惧 对理财的知识不了解 不懂如何有效做好资产配置 对于财务啊没有具体的目标 行动力又不足 不敢呢去追求 平均的寿命增加担心退休后的生活 而外在的因素呢有定存利率低 更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年龄增加呢必要的开销增加 房价过高呢高薪组买房仍有大压力 薪资涨不动 甚至产业变动呢自己恐被淘汰 政府退休制度不完善 老年的生活保障不够 我相信啊这些担心 以目前的各位呢都会有 我们一起来看看说 Alan啊她目前拥有的资产状况 以及呢她怎么样可以达到她的目标 那还有15年要退休了Alan 每年大概可以存80万 15年后呢有1200万 很明显的还是不足 因应呢退休后的开销 因为Alan55岁退休到80岁 以她维持高薪的生活水平来看 退休基本开销就需要4255万耶 那也许呢大家觉得退休啊 好像没有需要花那么多钱 但维持在退休前的物质精神生活 可能还会有很多临时的开销 像是全球的旅游啊 进化身心的印度瑜伽之旅啊等等 就消耗了非常多的费用了 假设呢你有高薪恐平症 或是呢你就算没有高薪 还是觉得很恐平 这边呢提供你几个方式 让你可以舒缓紧张 以及去寻找解决的方式 最基本的方式呢一定要 提升自己在职场上的竞争力 增加所得 原本呢自己的收入来源 不管如何都是自己的根本及基础 也是让自己每个月有稳定金流的主要来源 怎么样不被市场淘汰是最重要的 认清现实了解时代的趋势 进而改变不让自己被淘汰 以及呢要培养帮自己建立资产的能力 让钱有正确的流向 以Alan来说还是可以依照配置 把钱放在对的位置上 并且上班族在只有一份薪水的状况下 可以提早规划好钱的流向以及理财 透过时间的复利效果提早去做规划 最后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 了解原因以及背后的关键 当然很多人觉得自己的钱已经动弹不得了 甚至呢不知道还能怎么样可以去优化 毕竟呢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找到专业的协助 去了解钱该怎么样放才是正确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不难 是有步骤可以一步一步达到阶段性的目标 但工作的繁忙 常忽略应该更早去打理财物 或者莽撞没有整命计划下 就投入投资理财市场 遇到国际市场转弯下 不但没有赚到 还让自己辛苦的钱暴露在危险中 为了避免这些状况的发生 身处于专业分工时代的我们 过去仰赖自己自足的思维已经被颠覆 我们可以借由花点小钱 找到专业训练的人 来帮自己省下五味的烦恼 刚刚看完以上高薪孔明镇的例子 你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些想法了呢 希望我们平台可以带给你重新 审视财务的新想法 让你更有计划性的行动 假设你不知道该怎么有系统的计划 或是你有计划 但不知道怎么化为实际的行动 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骚我的QR Code 我们永城资奖管理处 专营在台湾科技业20年 有很多相关的资料 可以让你与经验丰富的顾问讨论 厘清在规划上的盲点与方向 该怎么拒绝这些贫穷感呢 介绍你每个理财工具 让你做好配置 卖向富有的人生 在这个投资热潮崛起的时代呢 我相信你一定常看到电视啊 网路啊 报章杂志 各式各样投资理财的资讯跟说法 毕竟呢身处低利时代的我们 人不理财 财不理人 你一定听到快升减了 不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尤其如果未来想过一个 更随心所欲的生活 我们除了工作收入之外 必然一定要增加投资理财的收入 我相信你一定听过身边周遭的亲朋好友 谈到各式样的投资经验 也可以走进金融机构做一个问卷 看看自己到底是保守型呢 还是积极型呢 哪一个东西比较好呢 比较适合自己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了解 我们常接触到的理财工具到底是什么 投资理财工具有哪一些呢 哪一个风险比较低呢 哪一个获利比较高呢 以下呢我们就针对大部分人 常接触到的9项理财工具 带大家简单来认识 第一个是定存 定存呢是我们小时候最常接触到的工具了 可能从小呢你就有一个存本 就记录了你每个月存进去的钱 那什么是定存呢 就是我们今天把钱放进银行 设定在一个期间内 可以是三个月六个月 一年两年或是更久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之内呢 我们的本金是不能动的 那在银行呢同时会给我们一个利率 在到期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本金跟你的利息同时领回 在银行不倒闭的情况下呢 定存呢是唯一保本 而且保证可以支付利息的工具哦 而且呢我们每个人在同一间银行 都拥有三百万的存款保险的保障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有三百万存在银行 是一个安全你不用担心的 当然这几年呢 网络银行啊数位银行呢也崛起了 也就是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就可以存钱 更简单更便利 其实是很适合小资助 让自己一个养成理财存钱的一个好方法 那定存的优点呢它是一个最安全最稳定的工具 体力呢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呢如果假设真的急需用钱 中途解约你的本金也不会损失 不过缺点呢当然就是报酬率很低 没有办法对抗通货膨胀 第二个是互助会 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听到的跟会 互助会呢其实它最早呢是一个民间借贷的一种方式 会由一个人发起当会手 然后召集呢其他人会脚来形成一个集资的模式 那最早呢是因为要急需用钱所成立的 不过后来呢它也变成是另外一种投资理财获利的方式 像近几年呢也兴起透过网络的借贷平台 就是我们可以借款给他人来赚取利息 不过呢因为它缺乏法规的保障 所以呢诈骗事件也层出不穷哦 互助会的优点呢就是不用担保人跟担保品 借贷条件呢很容易 只要找到呢可信爱的会手就可以了 获利呢其实也算是不错 不过呢风险呢就是缺乏法律的保障 可能会有导会的遗余哦 第三个是保险 保险呢是除了定存之外呢 我想是大家最熟悉的了 可能呢你透过你的家人啊 或是你的朋友啊最常听到的一种方式 在传统上呢保险分为人寿保险 健康险意外险投资型保单 那这几年呢也很流行外币即家的保险 保险的优点呢就是补强健保的不足 尤其在发生重大事故的时候呢 这笔资金呢可以保障我们的家人 有一个经济上的保障 那这几年呢也常作为存钱跟投资的工具 例如作为退休的规划或是子女教育的规划 不过如果用这个角度做思考的话 就要留意资金的流动性 因为一旦过程当中需要用钱的话 中途解约你可能拿到钱会变得比较少 而且呢也要留意业务人员的行销手法 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 第四个是股票 股票呢是大家呢最熟悉的一个工具了 尤其是在这几年呢非常的流行 那股票最基础的概念呢 就是一间公司对外筹措资金 所发行给股东的一个受益的评证 投资人呢可以在市场上在相对低点买入 相对的高点卖出 来赚取过程当中的价差 那你也可以长期持有来领取股息跟股利 因为股票呢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自由买卖流动性很高 加上上市归公司呢必须定期公布财报 所以资讯相对公开透明 而且呢台湾股市呢有监管机制 以及涨跌幅10%的限制 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呢是一个门槛很低 资金小就可以做的投资工具 不过呢这几年呢发行的公司也越来越多了 加上呢媒体资讯的流通 反而造成资讯的混乱 增加难辩 所以要在股票市场当中 赚到稳定的获利已经越来越难了 如果没有专业判断的话 风险也是很大的 第五个是债券 债券呢是一个长期的借款 是由政府、企业或是金融机构 透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向民众筹措资金 机构呢会以当时发行所设定的条件 按时来支付一个利息给你 那到期的时候呢也偿还你本金 债券和定存不同的是 它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流通 而且呢放置的时间通常也比定存来的久 一般是三年到十年 那政府发行的叫做公债 企业发行的叫公司债 金融机构发行的叫金融债 债券也有平等的机制 通常呢平等越高代表它越保本安全 那它支付的力气就比较低 相反的如果平等越低呢代表越有倒债的风险 通常会标为垃圾等级的债券 所以选择平等高的公债呢 它的优点呢当然就是风险很低了 缺点呢就是报酬率低 第六个是基金 基金我想呢是大家最耳熟能详 最常听到的一种工具 它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集合我们众人的钱 委托交由专家代为操作股票啊 债券的一种方式 那基金公司呢它会收取相关的费用 那最后赚得的利润呢 会依照比例分配给投资人 我们呢可以透过每个月的定期定额的方式 或是一次性的单笔购买 可以在银行啊或是投信公司 也就是发行基金的公司 来挑选你想要的标的 同时基金呢也是一个可以参与 国际性投资市场的一种管道 不过越现在的标的总类非常的多哦 而且每一年呢一直不断有新的发行 在挑选上呢可能会有些困扰 基金的好处呢就是小额资金就可以投资 交由专人操作感觉起来省事省力 缺点的话就是它各种的费用比较高 包括像有手续费啊 帐管费啊保管费啊经理费等等 那另外呢投资介入的时机点也很重要哦 因为它很容易受到波及 比较需要长期性的投资才看得出成效 第七个是外汇期货 外汇呢是本国货币跟外国货币 在兑换时所产生的一个比率 也就是汇率 期货呢指的是某一项商品 在未来的一个时间之内 产生价差的一个契约 那我们这边谈的外汇期货呢 并不是外币的存款 而是透过保证金交易的一种商品 保证金呢是一个制定好的金额 它作为一个交易的成本 通常呢可以用较少的保证金 去投资本金10倍以上的外币 也就是一个杠杆的操作 所以如果投资正确的话 你可能获利数10倍 那如果亏损的话 它会被要求补缴保证金 否则会被强制的断投 所以一般外汇期货呢 都是企业法人做的专业操作 对于一般商班族来说 它的风险会比较大 如果判断错误的话 可能会写本无归 第八个是黄金 黄金也是一种投资工具吗 没错 黄金是一种硬货币 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很容易受到国际情势的波动 例如像利率啊 油价啊 战争啊 和通膨的影响 那或许比较平易近人的呢 可以购买黄金的饰品 那么它装饰的性质 就会比投资价值来的高 如果要购买实体的黄金 可以买像金条啊 金币 那么含金量的等级呢 就会有所不同 那如果是投资的角度 可以买像黄金存折 黄金期货这类型的衍生性商品 它的风险跟复杂度就比较高了 黄金的优点呢 就是保值抗通膨 在战争的时候呢 具有避险的功能 缺点的话 就是需要专业能力的判断 第九个是房地产 房地产呢 也是这几年很流行的一种管道 我们可以作为自助需求 或是出租赚取每个月的租金收入 或是出售来赚取一次性的加差获利 通常买房子呢 需要一笔庞大的金额 一般来讲呢 需要总价的二到三成 作为头期的款项 剩余透过银行的贷款 以租金收益来看呢 国内这几年的租金报酬率 大概是二到四趴 不过在政府打房跟修改房地合一税之后 贷款的条件跟领域就变严格了 所以如果要卖房子算价差的话呢 在两年内会被课征高达四十五趴的税 五年内呢也会有三十五趴的税 所以要靠房地财来做投资的门槛就变高了 房地财的优点呢 就是可以抗通膨保障保值 它的能力呢 会优于现金跟其他的工具 也有实用的功能 缺点的话 就是它的投资本金大 困难度高 变现也不容易 所以遇到波及的时候呢 套牢的时间就比较长 以上呢 这九项投资理财工具 就简单介绍到这边 我们这个单元呢 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 对于投资理财商品 有一个更简单更正确的认识 所以无论你是一个 刚出社会的上班族 还是一个已婚家庭 千万不要跟风做投资 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财模式 是比较安全有保障的 那如果你想要做深入了解的话呢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Lite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协助你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订阅按赞跟分享哦 曼妮您好 我们下集见